很久之前拍了一条影片 和大家分享怎样评估一个人 是不是想自杀 有非常多人的留言和提问 所以我决定更加有系统地讲解这个课题 未来一年四集我会讲解 怎样评估自杀风险 以及怎样应对风险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方向 今集我才会讲解 怎样评估一个人 即时自杀危机高不高 大家要记住 千万不要怕去问 对方是不会因为你问了这个问题 而强化了自杀这个念头 相反当我们问得越仔细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对方是属于一个什么类型的风险 好了我们要问就是 第一 我们要了解对方的自杀这个念头 强不强烈 什么为止强不强烈呢 就是纯粹讲一下 间中还是持续不停每一天都有这个想法 如果每一天都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当然是非常之高的风险 第二我们要了解对方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计划 当我们问到对方是否想死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了 你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方法 如果对方没有计划 或者这些方法相对比较模糊的时候 相对上面我们可能会安心一点 但是如果对方分享到一些很实际很具体的方法 例如什么时候做 在什么地方做 用什么方法 这就代表是一个非常之危险的讯号 第三他还没有已经行动着呢 什么为止行动着 就是说他可能已经买了一些碳 或者药物 甚至乎他做过一些的预测 例如他事前到过天台去看环境 另外一些的行动也包括写围书 或者将自己一直很喜欢的东西送给其他人 这些都是非常之危险的讯号 最后就是对方以往有没有用过一些方法 去伤害自己或者曾经自杀的记录 而他运用这个方式是非常之高危或者高致命度 这个也是非常之危险的讯号 请你记住 如果当时人有一个非常之高风险自杀的危机的时候 请立即陪同当时人到急证室 去进行一步的评估 或者安排入院 在这个时间永远都记住 安全行先 你要做的事就是陪着对方 让他在你的视线范围里面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安排多一两个人帮忙看着 下一集我就会讲一下 有什么的因素是会增加自杀风险的 下集见